这段时间各地陆续迎来秋收 在吉林省磐石市 当地食用菌已经进入到采收期 今年的产量怎么样 我们来看记者王彬彬进行的探访 那这里呢就是吉林省磐石市 松山镇的灵芝种植基地 在这里啊一共有400多栋的 灵芝种植大棚 那其实从7月份的中夏旬开始呢 这里的灵芝啊就已经进入到了 收获的时期 灵芝的采收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我们先进到我旁边的这个棚内去看一看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啊 需要对这个棚里进行一个保温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棚点啊 它都会照上这种深色的布 那么这里面的光线会比较暗一些 同时呢一进来能够明显感受到 这里和室外的温差 在这个棚里现在的温度 就能够达到30多度 我们看到这里面现在种植的这些灵芝啊 个头都已经很大了 但是它们还没有被采下来 但是因为啊 现在这些灵芝正处于一个喷粉的阶段 所以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灵芝包子粉的一个采收的工作 整个这个灵芝的产粉期啊 会在60天左右 那一直到9月底的时候 才会进行灵芝本体的采收工作 整片的基地仅仅是包子粉的产量 就能够达到12万斤 而灵芝的本体的产量 还能达到20万斤 这些将给松山镇带来600多万的净收益 其实除了灵芝呢 盘石市种植的华子膜 黑木耳等食用菌呢 也陆续开始进行采收了 由于这里呢 地处长白山的西路 地势较高 林业资源丰富 自然环境啊 也是非常适宜食用菌和中草药的生长 近年来呢 当地也是围绕这些特色产业 调整种植业的结构 同时还引进了许多的先进种植技术 来提高产量 比如说啊 灵芝种植在以前呢 它有一句话叫做 种植一年 休地多年 也就是说呢 以前的种植方式啊 是无法实现伦种的 同时产能也就无法保证 但是我们看呢 今年呢 当地呢 是引进了一种叫做 菌袋种植法 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啊 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木袋 但是其实呢 是已经调配好的 相当于一个材料包 那把它拿过来呢 直接种到地里面啊 再进行一些看护的话 灵芝就会直接从这个上面 长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农民们省去了 培育品种的过程 降低了种植的成本 同时用这个材料包呢 也可以实现伦种 来保证产量